一个英国的小镇女孩没有任何的背景和依托 却凭借一己之力登上了时尚的巅峰 她曾是王室核心成员的闺蜜 常年混迹于英国伦敦的精英阶层 与之约会的男人非富即贵 不少的千万富翁纷纷地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她用实力圆了自己的童话梦想 过上了令人艳羡的优雅生活 和很多普通女人一样 她渴望着完美的婚姻生活 但现实的残酷却将她逼疯 爱而不得的她最终用罪不堪而且暴力的方式 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一切 她就是简安德鲁斯 一个被人称为致命吸引力杀手的漂亮女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月的频道 我是五月 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英国普通女孩 简安德鲁斯扭曲的生活和犯罪的心路历程 其中也加藏了一段有意思的皇家故事 事情发生在2000年的伦敦 但首先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到30年前 1967年4月 简道恩·伊丽莎白·安德鲁斯 出生在英格兰东米德兰的林肯郡 她的原生家庭非常贫穷 父亲在工厂里做工 母亲则是一个社工 简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虽然家境贫寒 但父母会尽力给孩子们营造最温馨的环境 所以简的童年并不苦涩 她虽然友善 但有一些害羞 和那些天真烂漫 喜欢在大街上奔跑玩耍的孩子们有所不同 简更喜欢独处 父母发现简和自己的哥哥姐姐也不会特别的亲近 当然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她不想要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 这并不代表她有什么心理的问题 其实简不善于社交 她在学校也是一个非常聪明孩子 学习成绩一直优良 当简大约在七八岁的时候 开始对缝纫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缠着母亲为家里添置了一台旧的缝纫机 几乎每日都用廉价的布头 认真地做一些小物件 母亲看到女儿小小的年纪 就已经开始着重发挥她的个人技能 也是非常地支持她 原以为童年就可以这样顺利地度过 但是命运似乎对这个本就贫穷的家庭 非常地苛刻 简的父亲不久之后失业了 全家不得不搬迁到一个更加偏僻的地方去居住 一家五口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地糟糕 据说他们只能租住一套没有厕所的房子 母亲为大家准备的食物也变得越来越敷衍 比起无家可归的人来说 他们只是多了一个住处 桌上还有几口吃的而已 简看到其他的孩子有喜欢的玩具 不时穿上母亲准备的新衣服 全家偶然还会去不同的地方度假 这些都是简和他的哥哥从未享受过的奢侈 家里的经济状况一直都没有好转 但母亲对孩子们的要求却是越来越严苛 搬家前的简其实考上了当地一所文法学校 这是专门为全国最聪明的孩子们量身定制的学校 然而在搬家之后 他就不得不去一所普通的学校里就读 这种落差也让简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 他开始变得异常的焦虑和抑郁 然而简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孩子 他并没有让父母知道这件事情 15岁的时候叛逆的简开始逃学 也许他只是想躲起来 一个人治愈自己的痛苦而已 但老师们及时注意到这点 并打电话给了他的妈妈 母亲被老师叫去学校里谈话的当天晚上 简回家做了一件非常激烈的事情 他吞下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药丸 然后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降临 一个15岁的孩子已经有了自我了断的念头 可想而知简的心中有多么的悲观 这里其实也能看得出 他的个性当中喜欢走极端的想法 以及出漏端倪 而那一次将简推到悬崖边上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母亲 因为当天母亲在晚些时候 发现了简就在床上意识不清 但他并没有做任何的救援 只是任由女儿在那里自生自灭 几天之后简幸存下来 他的身体也逐渐的恢复过来 随后的他顺利完成了高中学业 进入到服装学院继续深造 他想成为一名时尚的造型师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钻研缝纫技巧 那也是他童年生活中唯一的热情 现在的简终于可以设计属于自己的作品 并相信着总有一天他会被时尚界认可 而本就身材匀称 面容娇好的简 同时也具备了一切成功的先决条件 在简的求学生涯当中 也出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刚入服装学院不久 他发现自己意外的怀孕了 头脑清楚的他意识到 自己根本无法照料这个不请自来的小天使 他没有工作也没有事业 更没有属于自己的家 自己身体虚弱 心理健康也会偶尔出问题 这一切最终让简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那就是堕胎 简在后来说 他真的不想做这样的事情 但他觉得当年的自己别无选择 他也表示那个决定 让他的余生都活在创伤之中 其实有的时候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简这样的做法虽然残忍 但是无可厚非 他想变得富有 通过努力的工作成为时装设计师 但此时 碌碌无为的他 如果选择了留下这个孩子 他未来的生活会肉眼可见的艰辛 自然金钱和名誉也会和他渐行渐远 简在自己21岁的时候 偶然翻看一本名为The Lady的杂志 这是一本当时在伦敦颇又名望的女性杂志 正在找工作的简 快速地浏览了里面的招聘广告页面 有一个私人形象顾问的匿名广告 很快就吸引了他的眼球 这是一个全职的工作 本质上就是一个造型师的职位 负责策划服装 但需要使用完全独特的原创作品 这个职位对于简来说 简直就是完美的 所以他便在当天就寄出了自己的简历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任何的音讯 简也早就忘记了这件事情 继续在就业的市场上寻找合适的机会 但在半年之后的某一天 简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说他们仍然在寻找形象顾问 依据他发出的简历 认为简是合适的人选 电话里的人还询问了几个专业的问题 随后便决定雇佣他 简在当时并不知道雇佣他的人会是谁 但他风尘仆仆的来到伦敦才发现 新的雇主居然是约克公爵夫人 莎拉福格森 而这个约克公爵就是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次子安德鲁王子 福格森是当时最著名的王室成员之一 他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甚至两千年代初 一直都活跃在英国民众的眼皮子底下 关于他的事迹也是非常的传奇 他的父亲是皇家侍卫 福格森就读于女王秘书学院 他在1986年与安德鲁王子结婚 当时的福格森刚刚加入王室不久 并怀上了他的第一个孩子 王室一直被视为英国非常时髦的家族 这种话如果搁到现今的社会也许不完全正确 但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王室女人的穿着绝对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公爵夫人的说明对于出身贫苦的简来说 简直就是梦一般的存在 他发现福格森个性爽朗气质非凡 还是第一位拥有私人飞机驾照的皇室女性 雇佣简的时候 公爵夫人刚刚为王室诞下一位小公主 他那洒脱的个性虽然并不受皇室成员的爱戴 但是为了颜面 皇室还是决定为他请一位专业的造型师 让他用考究和精心的装扮 为皇室来称称面子 简在得到这份工作之后 自然是欣喜若狂的 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工作 薪水高 工作轻松 工作环境更是豪华顶配 简在童年时候所渴望的一切 在一夕之间全部都不再是梦 他着装优雅的出现在大众面前 与受人尊敬的精英们谈笑风生 他当时的薪水每年大约有18000英镑 如果换算到今天相当于5万英镑 他还得以在皇宫中安家 每天都会被精致的食物 以及最好的东西所宠溺 最让简开心的是 他可以不用考量预算的问题 为公爵夫人设计穿搭 当然简也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他将自己也打扮成一个公主 其实他的职位也很像个私人助理 为皇室成员的着装负责 需要有很多认真细致的观察和工作 他必须确保衣服适合不同的场合 而且不同时间不同场合 需要不同的配饰 王室还有各种随机的传统和规则 他也必须熟记于心 如果稍稍不符合要求的话 第二日便会建筑爆端 成为全国的谈资 当初的简带着一口皮箱去了伦敦 口袋里也只有十英镑 手提箱里则装满了他的旧衣服 一起安排妥当之后 他收到了老板亲笔写的一张字条 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 说来幸运 公爵夫人比简只是大八岁而已 是一个非常容易相处的人 由于工作的关系 两个人经常同吃同住 简的个性内敛 而且很聪明 是一个完美的倾听者 所以他和福格森之间共享了很多的秘密 福格森本不是王室出生 他只是嫁给了这个家庭 但个性桀不逊的福格森 从小就与世代财富的精英们一起成长 每当有人取笑简的绅士 或者是笑话来的口音之时 福格森就会挺身而出 维护一番 对于这一点 简也非常的感激 他想成为像他的老板福格森一样的人 他甚至还迷恋上了对方 简会分析他所做的一切 模仿他的举止 甚至福格森与人交往时候的用词 都尝试了一一复制 简的打扮和福格森一样的高贵 他的着装风格和他的老板也是相差无几 很快就有人发现 公爵夫人旁边出现了一个小迷根班 为了更好地融入到上流社会当中 简甚至报名参加了演讲课程 来摆脱他的不入流的南方口音 二十岁出头的年纪 本来就是刚刚绽放的花蕊 简很快就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个群下诚 为福格森工作的第二年 简在白金汉宫的花园派对上 结识了一个叫做克里斯托弗·邓巴特勒的超级富豪 对方的年龄实际上是他的两倍 但两个人在见面后的第三个月 就完成了旋风式的恋爱 步入婚姻的殿堂 两人是否真正的相爱 又或者是出于利用的目的 都已经无从考证 但这些对于简来说其实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终于名正言顺的 成为了上流社会的一份子 两个人在婚姻中 也确实度过了几年幸福的时光 但几年之后 夫妻之间不再亲密 简告诉自己的好朋友福格森 他和丈夫的关系更像是室友 只是共享一张床而已 此时的简再次遇见爱情 一个名叫迪里特里汉的新男人 主动向还在婚姻当中的简投去了热辣的目光 迪米特里很年轻和他更般配 而且也是一个超级富豪 两个人的相遇是在一次慈善的活动当中 很快就发展成婚外情人 简对当时的闺蜜福格森说 她其实有一点担心离开自己富豪丈夫后的生活 也不确定情人迪里特米会不会娶自己 而福格森是一个非常爽力的女子 她坚决支持简离开她的丈夫 并且出自为简租了一栋公寓作为过渡 在好友的支持和鼓励之下 简也很快就投入迪米特里的怀抱 在另一个豪宅里开始了新一轮的纸碎金迷 然而公爵夫人福格森的人生 却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嫁给皇室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初的她与安德鲁王子的相识相知 都是两情相悦 但在随后的八九年间 他们生了两个女儿 各自都在为不同的目标所奔忙 根本就没有真正拥有对方 安德鲁王子在海军服役多年 有的时候一整年都在海上漂泊 福格森说 他们结婚的头五六年里 自己平均每年见到丈夫的时间 大约只有四十天 在她怀孕第一个公主的时候 整整九个月她都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 虽然得到了王室的不少支持 但锦衣玉食也无法替代丈夫的温存 这样说来 作为外人的简在其中担任的角色 都比父亲来得重要 福格森越来越孤独和沮丧 而简就是她哭泣的肩膀 公爵夫人也拥有正常女人所有的情感 她需要爱情和关注 时间来到1991年 福格森去美国德克萨斯州旅行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名叫史蒂夫·怀亚特的花花公子 这位公子拥有亿万家产 形势放弹不羁 随后便有传言称 福格森和史蒂夫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 虽然福格森一直否认自己有外遇 但他和史蒂夫被媒体拍到在一起的画面 史蒂夫当时还抱着还是幼童的小公主 新闻建筑报端之时 全英国人民都在胡怡觉得他们这样有一点亲密 如果说1991年 报公主的照片只是掀起一轮谣言而已 那么1992年 福格森和他的绯闻男友的一张沙滩照 在让他彻底于英国王室割裂 有狗仔队拍到 度假中的福格森在美国某处海滩上赤裸上身 享受他的富豪男友为其吸吮脚趾的画面 这一爆炸性的丑闻引得英国女王大怒 福格森在同年与安德鲁王子分居 1996年二人正式离婚 但与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之间的剑拔弩张的关系不同 福格森与安德鲁王子维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分手后亦是朋友 据说离婚后的福格森一度暴影暴使 被媒体嘲笑为猪扒公爵夫人 但在一年之后 她将阵地转移到美国担任其某减肥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她不但接拍电视广告 还开始撰写书籍 更是登上了脱口秀节目 在短短的几年之内 她摇身一变成为杰出的事业女性 可谓是名利双丰收 她以约克公爵夫人沙拉福格森的名字 命名的系列奢华家用产品 开始被投放到全球除英国之外的高端市场当中 然而她的产品不能进入英国的地盘 这也是她和英国王室割裂的时候协议之一 有人说其实个人创业的野心 才是福格森选择离婚的原因之一 王室成员不能参加工作 而她需要有自己的事业来活得精彩 此外离异后的福格森 与留在英国王室的两个公主相处甚欢 她还曾经获得美国儿童癌症组织颁发的 2006年最佳母亲的称号 其实整个故事叙述下来 还是王室人物的经历更加的出彩 如果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简能够通过多年的陪伴 从这位传奇的前公爵夫人身上学到点傍身之计 她也不至于后期走了下坡路 只可惜的是造物弄人 两个姑娘虽然相谈甚欢 但终究还是有着云泥之别 福格森和安德鲁王子分手的同时 简和她的辛勤狼迪米特里也开始经历劫难 他们两个人分手的时候听说非常的惊悚 而且还被警察介入 不好迪米特里在警察局填写了一份 被损坏物品的清单 她控诉说 简在离开她的房子之前 彻底毁掉了她的房子 还差一点没一把火给点了完事 她还说当时提出分手的时候 简疯狂的开始扔东西 还服了一堆药片 试图再次了结自己的生命 幸运的是 简再次活了下来 她被确诊为边缘型人格障碍 这种患者主要的症状为 情绪不稳定 前一秒还极其愉悦 但下一秒立刻就愤怒起来 这种极度不稳定的情绪 会导致紧张的局面 本来一段美好的关系 会被演变成时而激烈 时而冷淡 虽然失去了皇室的特别装造师的职位 福格森并没有将这个闺蜜置之不理 她始终让简跟随在自己的身侧 自掏腰包雇用了她 二人一直保持亲密无间的状态 直到有一日 福格森发现 简和自己的一个前任男友 暧昧不清 他们这对形影不离的姐妹 才分道扬镳 简的这个做法 确实非常无脑 在为皇室工作近十年之后 她突然被剥离了金币辉煌的加持 她发现非但自己的地位大不如前 就连上流社会的男人们 似乎也更加青睐那些 二十多岁的年轻小姐 但其实这并不是世界末日 在失去了生活的所有体面之后 简依靠之前的积蓄 继续过了一段高品质的生活 老实说 十年对于服装造型的精心打磨 简的实力不容小觑 她完全可以继续自己的设计之路 将这些难能可贵的经验 运育到未来的职业当中 但可惜的是 曾经的那个踏实努力的贫穷女孩 已经不复存在 她变得浮华而且世故 虽然不再年轻 但简的风韵忧存 魅力依旧 她很快就调到了 愿意为之买单的富有男人 与商人汤姆·克雷斯特曼的交往 应该说是一个陷阱 31岁的简和这个39岁的男人在一起了 他们断断续续的交往了一段时日 当对方邀请他入住自己的豪宅之时 简的内心是非常狂喜的 他知道自己能够选择的余地不多 在容颜老去之前 恐怕这应该是能够让他继续 待在上流社会的唯一机会 简也不止一次的和他的朋友们表示 自己很想安定下来 迫不及待的简搬去与汤姆同住 他们的居所就在伦敦最受追捧的富人区 汤姆曾经是一名股票经纪人 同时创办了几家不同的企业 其中囊括了销售汽车配件 和豪华汽车的外壳制作 虽然汤姆曾经有过一次婚姻 并且还有一个孩子 但在相亲的市场之上 依然是一个炙手可热的男性伴侣 汤姆和简接下来的生活和谐而且愉悦 貌似情感也进展的非常的顺利 二人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 但实际上39岁的汤姆 并未将结婚的事情提上日程 这里其实有一个大的bug需要指出 既然一个花花公子没打算结婚 那你干嘛把一个恨嫁女 招惹到家里去同居呢 这个汤姆也是有点拎不清的 我们在前面也已经提到 此时的简因为没有安全感 她非常需要一段婚姻 整个人都在专注于获得一枚求婚的戒指 她甚至天真的认为汤姆会随时求婚 但在同居了很久之后 汤姆从来没有提及过取她的要求 难过之余 简并没有放弃 这里是她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豪华居所 但两个人的关系逐渐开始恶化 简开始嫉妒和焦虑 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她 其实很难轻易的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另外嫉妒是这类患者非常显著的特点 尤其是一段浪漫的关系当中 当汤姆出门的时候 她会坐立不安的不停给男友打电话和发短信 她这样的做法也更加的使得男友反感 简认为男友对自己不忠 趁她不在的时候会登陆汤姆的电脑 并检查她的电子邮件 有一天她发现男友和一个名叫戴博拉的女人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一些暧昧的信息 戴博拉是汤姆在一年前的一次商务会议上认识的女人 汤姆对戴博拉形容说 她的女朋友简直像是一双不能扔掉的旧拖鞋 很显然汤姆已经厌倦了简 暗示希望可以摆脱她 但汤姆也说她现在还不能这样做 自从简发现了这个邮件之后 他们更是不断的争吵并且互相的伤害 但他们两个人依然在一起 汤姆还安排了一次浪漫的意大利之旅 那是一个有名的度假圣地 简甚至认为这一次特殊的旅行 就是汤姆安排向她求婚的 简在旅行当中的每一天都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仙女 准备迎接那个神圣的时刻 可是汤姆在旅行结束的时候都没有做什么 当简失望地表示 她以为这次旅行会有求婚呢 汤姆更是冰冷地说 你怎么可能认为我会让你成为我孩子的母亲 无论如何同居了这么久 金儿听到这些话一定很伤人 简的情绪似乎也崩溃了 她偷了一辆汽车 在城中到处乱跑 甚至尝试将汽车开下悬崖 所幸的是她并没有那么做 从意大利回到伦敦 简的情绪依然不稳定 2000年9月16日晚上11点30分 警方接到汤姆从家里打来的电话 她告诉警员 自己和另一半发生了一场大的争执 接警人员询问说是否有人受伤 汤姆说还没有 对方则说那好吧 你的另一半在哪里 汤姆则说就在这里 接线员告诉汤姆说 如果没有人受到威胁 他们是不会出警的 但汤姆坚持说 我希望有警察来把我们分开 需要有人阻止我们之间互相伤害 结果是那天晚上并没有人来到汤姆的家中 当晚汤姆甚至还给他的一个朋友打了一个电话 抱怨了警察的不作为 但该朋友并没有跟进查看是否一切都好 48小时后的9月18日上午 汤姆的两名员工来到他的家里 他们的老板已经试炼两天了 员工们呼唤老板的名字 但没有人答应 他们最终在主卧室里发现了已经离世的汤姆 他几乎完全赤裸的躺在那里 胸口上有一个致命的刀伤 而凶器就赫然躺在汤姆的身体旁边 员工们立刻打电话给警察 警察到达现场之后就得出结论 胸口的刺伤并不是汤姆遭受的唯一伤害 因为他的身体上还有八处不同程度的瘀伤 房间的角落里靠墙竖着一只板球棒 那第二件用来谋害的凶器就是这只板球棒 观察过现场之后 警方认为这并不像是抢劫 也不像是随机入室道歉 无论是谁谋害了汤姆 这个人对他都是相当的愤恨 尤其是用板球棒攻击的做法 让人联想到了仇恨犯罪 警方认为凶手可能是一个与汤姆非常接近的人 所以开始调查他周围的每一个人 很快探员们就发现 他的同居女友捡不见了 他也立即成为了这起谋杀案件的嫌疑人 但是警方并不确定 是凶在谋害之后逃离了呢 还是他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 警察发现在汤姆被害之后 他的女友跳上了自己的汽车 离开了那里 另外警方在厨房里发现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我最亲爱的父母 我很抱歉 我的内心不再受到伤害 汤姆伤害了我太多 他对我太残忍了 而这张面条最后的署名则是减 种种迹象表明 是简承认自己他对汤姆做了这一切 并且为此向养育自己的父母进行道歉 简和汤姆的事情很快就被登上了英国的报纸 前皇室雇员的富豪丈夫家中遇害 谋害同居男友的他却逃之夭夭 警方为此也动用了所有的力量来找寻简 他们甚至联络到前公爵夫人福格森 福格森听到消息之后 还非常配合的给简打了一通电话 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无法联系到他 不过很快福格斯就收到了简的电话 电话当中简说他不知道汤姆的事情 他只是出门几天去散散心 实际上简后来对所有关心他的朋友们都是这么说的 细句话的是 几天之后警察接到了简打来的电话 他在电话当中依然表示 自己并不知道汤姆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还在电话里说自己心情不好 电话那头说着说着就没有了声音 警方怀疑此时的简可能服用了大量的药物 有了神志不清的问题 甚至有人猜测他死了 警方通过电话号码 发现简的位置在距离伦敦很远的一个南方小镇上 他们动用了所有的警力来找寻 不久之后 有两个警察在一个偏远的乡村路边 发现了简的汽车 当警察靠近的时候 发现一个女人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的 当所有的人都觉得眼前可能发生了又一起的悲剧之时 简听到警察敲窗户的声音 突然抬起头来 他很快就被带回到伦敦的警察局 也许是表演性人格使然 简面对警察的询问 依然声称 他是第一次得知他的男朋友已经离世的消息 他的反应既悲伤又平静 更没有透露出太多的信息 简告诉警察 他在几天前和男朋友吵架之后就开车离开 警察当然不相信他的说法 把他扣押了起来 但坚持了两天之后 简便承认是他谋害了汤姆 事实上他还不断的变换自己的故事版本 在这里 伍玥就简单的描述他所说的最终版本 也是警察认为最可信的陈述 简描述说 那天晚上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汤姆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 尤其是当喝了酒以后 那天晚上他看到邪恶再次在汤姆的体内积聚起来 担心自己会受到伤害 所以他惊慌失措的开车离开 午夜时分 他觉得男朋友的气可能已经消了 所以偷偷的回到家中 他上楼前因为担心汤姆会攻击他 所以刻意的携带了一根板球棍 没想到汤姆看到他之后便打了他 并与他发生了关系 一切归于平静之后 他看着沉沉睡去的汤姆 决定用那个棍子还击 他还说事后 他还去了厨房拿了一把尖刀回到卧室 简的说法让警察也并不完全相信 尤其他在解释汤姆胸口的刀伤之时 曾经告诉警方 是汤姆攻击他的时候 他抢过来扎对方的 而警方认为的版本是 简对汤姆的仇恨在当晚达到了顶点 在决定谋害男友之后 他先是给汤姆灌了很多的酒 然后拿出准备好的板球棍 最后为了确保汤姆不会活过来 他跑进了厨房拿了尖刀 简的大名也因此上了英国的头版头条 人们相传 她是前公爵夫人最要好的闺蜜 大家用致命吸引力杀手来形容她 人们还说 她把自己的有钱男友描绘成精神病患者 疯狂邪恶的人 简的故事与当时风靡一时的卖座电影 致命诱惑当中的情节相似 电影中一个已婚男律师 在一次出差时候偶然外遇了一个性感美女 之后的她试图结束与这个情妇的关系 但女方并不打算放弃 她开始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操纵她 威胁这名律师要么回到自己的身边 要么毁掉她的生活 她还扬言如果她不能拥有它 没有人可以这样做 所以这个第三者一开始还声称自己怀孕了 她还突然出现在律师的家向她的妻子介绍自己 记得那部电影当中最著名的场景是 女人闯入了他们的房子 将律师儿子的宠物兔子放在一大锅开水当中废主 后来的人们总是喜欢用兔子锅炉 Bunny Boiler来形容神经质的前女友类型 法庭之上简坚持自己是出于自卫导致男友离世的 她还拿出了汤姆发给女同事的那封电子邮件 对方和女同事暧昧并将她贬低为一双扔不掉的旧拖鞋 其实她在当时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 就已经将这个邮件转发给汤姆的所有同事 以及汤姆的父母和家人 所有的这一切都像是一种报复行为 而所有的宗旨都是毁掉汤姆的生活 让她难堪和羞辱她 原因就是因为汤姆伤害了她 她还说事发当晚她开车出去后又回到家中 汤姆拥抱了她还说欢迎回家 汤姆睡着之后她悄悄的爬到了她的旁边 正当她开始昏昏欲睡之时 汤姆却醒来开始攻击她 而被动开启自我防卫模式的她 抓起了床边的那根棒球棒开始反击 她还说打完之后自己的意识就变得模糊起来 她表示自己并不记得去厨房拿刀子刺伤过汤姆 她只是记得自己在卧室的门把手上用力的拉扯 她甚至不记得自己在事后还洗过澡和做过清洁 但证据却显示浴缸里有血渍 她甚至清理了房子之后才离开 站在审判席上的简颤抖着哭泣 她告诉法官自己实际上是受到童年创伤的影响 她说她的哥哥从8岁到14岁强奸病猥亵过自己多次 当被问及为什么她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过这段经历之时 她说哥哥告诉她坏女孩会被投进监狱 儿时的不堪经历似乎已经成为法庭上为重罪犯脱罪的一个标准流程 简的童年阴影并没有被她的父母和哥哥所认可 但尽管如此 简的家族里一些亲戚因此和她的哥哥断绝了关系 陪审团商议了12个小时之后 认定简的谋杀罪成立 简安德鲁斯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法官以你结束了这个男人的生命 也毁了自己的人生的这段话 结束了审判 简被宣布入狱的时间至少是12年 很快就被转移到肯特郡的一所开放监狱 这意味着她白天可以出狱 也不被视为对公众造成危险的人物 因为她的罪行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激情犯罪 在从简最终被诊断出有边缘性的人格障碍之后 她也开始接受药物治疗 精神状况也明显有了好转 她还得到了狱警们的信任 但八年后的一天 简出去之后就没有回来 她越狱了 这个消息再次上了头条报纸 英国社会开始再次对这个叫做简安德鲁斯的女人 开始全国性的搜索 三天之后 一群武装警察终于在一处偏远的地方发现了她 当时的警察发现 她的父母居然和她在一起 她逃出监狱之后 露宿街头 东躲西藏了两天 还打电话让自己的父母 从200多英里以外的地方与她相见 而她的父母也并没有选择报告警方 结果很简单 简被再次送进了监狱 当时她所有的囚犯朋友都认为 她是一个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人 因为她已经入狱八年 而她的最低刑期是12年 她只要再熬四年就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在此之后 简安德鲁斯与另一所监狱中的一名男囚犯 建立了彼友关系 他们互相通信 彼此浪漫 简甚至在所有的信中都称对方为她的丈夫 但这些幻想的东西也最终没有实现 因为那个男人在简之前被释放 他直接上了新闻 并试图销售自己的这个故事 告诉大家 他一直在和简安德鲁斯谈情说爱 他的目的也只是想用这些信息来换一些钱花 简最终在2015年被释放出狱 47岁的她非常享受外面的世界 算下来她只服了14年的徒刑 最后精神科的医生也认为 她不再对社会构成威胁 简用过去收到的各种前男友的礼物 开了一家古董摊位 其中还有很多旧的皇家器皿和纪念品 简的母亲在女儿入狱期间 精心的保管了这些物品 所以她们都看起来状况良好 古董摊位的收入大约为500英镑每月 勉强构减生活 她还将自己简安德鲁斯的名字改为简兰姆 在附近小餐馆里吃饭的时候 她也会与人侃侃而谈 她告诉人们 自己曾经嫁给过伦敦的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 在一起过着美好的生活 但后来他们两个离婚了 她对整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沮丧 她还说为了摆脱不好的记忆 她选择卖掉所有的婚内物品 这显然是一个虚假的故事 甚至简编造了所有的细节 但重要的是虽然对方并没有向她求婚 二人也没有结过什么婚 她依然告诉人们 汤姆是她的丈夫 但是有一天 这个叫做简兰姆的人 不再出现在古董市场 每个人都在想 她去了哪里呢 在大家都希望她没有出事的时候 简安德鲁斯的故事 又重磅回归到英国的新闻当中 原来简在出狱之后 又恋上了一个已婚男人 一个有妻子和孩子的男人 她再一次奋不顾身的与这个渣男约会 直到最终对方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 这个渣男也很厉害 当她突然发现自己正和一个男友杀手约会的时候 她对简和汤姆的故事做了很多的研究 然后最终还联系上了汤姆的兄弟来确认此事 这个男人还表现得很机敏 她果断的来到警察局撒了一个谎 说自己认识简以后就被缠上了 她无法摆脱简的纠缠 因为简每天都给自己打电话和发电子邮件 对此她非常的害怕 也不知道该怎样摆脱简的纠缠 简刚刚出狱几年 她依然需要在警方的监控下生活 但现在她再次受到骚扰的指控 所以她又被带回监狱 不过警方在多方查证之后发现 那个威严耸听的男子 只是被简的历史所吓破了的 在事情澄清之后 简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她这一次彻底成了社会的弃儿 没有人愿意在余生当中与其交往 当人们惊奇的发现她的故事 往往是唯恐避之不及 与其断绝联系 现在的简已经隐姓埋名 因为她只有57岁 相信她还有很长的情路要走 希望她的余生能够遇到一个真是她的男人 但伍玥这样说话好像也不太对劲 因为她已经不配拥有这些 那我就祝福她在余生中 能够受更多的情伤吧 简在早年的生活 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 她生命中的贵人 自然是那位传奇的 前公爵夫人莎拉福格森 这两个女人曾经有过十年的交集 都是漂亮优雅的代名词 更是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有人说简甚至尝试 偷走福格斯的人生 模仿她的穿着 甚至想偷走她的前男友 但其实漂亮女人给自己的定位更是关系到其一生的命运 福格森懂得将事业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为自己撑起一片天 最终路子越坐越宽 反观小女子简安德鲁斯的一生 却一味的妄想将自己的幸福拴在某一个有钱男人的身上 有句古话说的好 以色是人色衰爱持 爱持则恩绝 贪婪的欲望终将会受到反噬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是伍岳 喜欢讲述人世间真实的故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哦 再一次感谢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